早上好 我是夏师 欢迎收看4月24号的百格城包 今天是第15任国家元首苏丹莫哈默武士的登机 网络遥传说西隆坡会有风路 不过金融坡交警主任莫哈默纳兹里助理总监说 今天是公共假期 交通不会繁忙 只有安排将近200名交通警察 在靠近国家皇宫的道路负责指挥交通 现在我们来看各报的投款新闻 新报和新海侠时报有的是首相纳吉推荐大马印翼蓝图 宣布了好几项措施 包括拨款5亿令吉在国民投资公司设立信托基金 给低收入的印翼家庭 提供印翼企业家获得12亿令吉的融资 以及5亿令吉的循环基金 以及确保政府大专院校至少有7%的印翼人数 到了2026年 各级印翼公务员也至少要有7% 首相纳吉虽然在大选前夕宣布这几项措施 不过他却声称无关大选 因为早在2015年所提升的第11大马计划 已经有大马印翼蓝图 马来报方面有阳光日报关注大耳聋流氓收债的手法 以及每日新闻报道 各大八路高厅裁决吉兰丹州政府必须终止土地交给发展商 开垦为圆秋的计划 以便保留活望生9300公顷的土地 为原著名的祖传土地 接着中文报就是沸沸扬扬的金钱游戏 一次过两家金钱游戏都登上了报纸 有一家已经被投资人报警 那是一项公司声称设立在纽西兰的外汇投资计划 另外的是在槟城盛行的解救普通人投资被指崩盘 不过还没有投资人报警 而创办人李宗盛昨天神隐还没有现身在医保分行的开张 只是透露今天将公布解救方案 顶着云术贸掌舵人张健的民意举办的王者归来全马慈上晚宴 昨晚大搞噱头 凡是染黄法或顶着光头的参与者 就可以几场获得1000令吉 吸引了签名民众不惜改造型粗席晚宴 此外主办单位当晚也在会场大牌钞票 将三个行李箱装满钞票 各在台上摆镇 叠成钱砖 估计超过70万令吉被送出 主办方坚称该活动是以慈善为主 跟云术贸跟武航币无关 而是由新创立的庄建珠宝赞助 但是现场却不断传出相关的口号 而现场人员也大力推销武航币 虽然大会有邀请慈善团体参与 但是有些慈善团体因为担心被警方采取行动 最终从12桌缩减成剩下7桌 而张建私人助理陈毅光恩透露 张建珠宝公司将拨款给全马61间赌中 每间将获得5万令吉 同时呼吁华晓向张建珠宝申请拨款 另一方面 这场顶着张建的民意举办的慈善活动 主角却不曾献身 根据媒体爆料早前因为涉及非法传销 而被泰国警方逮捕的张建 至今都还在泰国跟儿子处理事务中 并在短期内不会回归大马 所以这段时间以张建名义举办的活动 根本没有人可以求证 这到底是不是张建委任的 最后我们来看反弹会的消息 一名身家1亿5000万类级 并与甲州巫统和国阵有亲密关系的 拿都级政治人物 预料将在近期内被反弹会提控贪污罪名 知悉这名当事人早前已经两度被控 两项贪污和洗黑钱及滥权的罪名 而他在4月19号 才刚被甲州首长伊德利斯哈伦 以暂时替代请兵驾的甲州巫统执行秘书 三苏丁美赫为由 担当党内的特别任务秘书 反弹会消息指出 当事人所涉及的贪污数额高达数千万令吉 而反弹会也收获了该名人士 总值1亿5000万令吉的资产 包括现金、存款、地契、州政府项目档案以及汽车 令人惊讶的是 该人士接受保释后 依然可以恢复市长助理的职务 对此伊德利斯解释 他所委任该人士的特别职务 只是暂时性的 并不是一项正式委任 甚至暂时对方在党基层内 贡献了多 今天的陈建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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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